中東有尾巴衝突 美國則有尾巴示威大混戰 加州大選洛杉磯分校週末 差點變成戰場 挺以色列跟挺巴勒斯坦 兩場示威活動短兵相接 純槍舌戰最後變成肢體衝突 不只是加州挺巴勒斯坦的學運 已經延燒到美國16個州的 各知名大學 警方強勢清場反而催化了抗爭 在學校地區上 從海到海到海 很多人都被捕捉了 差點變成戰場 週一深夜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 占領古典文學系所在的 漢米爾頓大樓 掛旗帜改名為辛德大樓 紀念死在加薩的6歲女童辛德 同一天哥大校方跟示威學生談判破裂 學生不願意撤離校內的紮營地 校方威脅要祭出停學處分 這波學運就是從疙瘩而起 許多老一輩的就感嘆 歷史驚人的相似 56年前席捐美國影響後世的反越戰浪潮 其中一個發源地就是疙瘩 同樣都是警察沖入校園逮捕 數位學生 但是本質上天差地遠 以前是反戰 現在牽扯到種族仇恨 威脅學生的安全 這顯然遠遠超過大學保障的言論自由 仇恨言論也不是這次才有 而是多年的風氣累積 紐約時報之撰文指出 美國大學如今充斥著仇恨言語 就是自由派提倡 決心主義走到極端的反噬 尤其是政治正確變成取消文化 看不慣對方就嗆瞎抵制 無限上綱 但話又說回來 校園本身就是社會的縮影 CN主持人Faree Zakaria 就注意到現在的學生 跟反戰時代最大的不同 就是眼中容不下不同的意見 尤其是疫情之後社會疏離 學生寧可宅在宿舍裡面 沒有辦法靠接觸理解 來化解對立 只是比起力挺以色列的美國政壇 美國大學生同情巴勒斯坦的程度 彷彿身處平行世界 專家點出美國年長的政治人物 根本就不懂年輕民意 世代的差異已經惡化成動搖社會的衝突 甚至可能成為拜登總統連任路上的最大障礙 7 out of 10 美國人不承諾 民調顯示拜登的支持度已經大輸前總統川普6個百分點 學運爆發之後 年輕人又多了一個不投拜登的理由 TV選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